半途疫情未明顯趨緩 11號新增22,650例 依然是2萬多例 指揮中心預估8月中開始 恐有一波BA.5疫情 但是否會如同日本疫情大爆發 指揮中心預估 台灣前一波疫情才剛過 民眾自然感染保護力仍在 加上疫苗接種率高 不會附上日本後塵 有專家認為指揮中心 對BA.5疫情太過樂觀 而台北市被點名要特別注意 看看台北市8月11號新增2576例 較上週同期上升約8% 一是沈正南分析 有人說台北市是大都會 疫情會從那裡開始 BA.2是從台北市 BA.5看起來也是從台北市最嫌擴散 而BA.5本週8月8號增加9例 8月9號再驗出1例 BA.5社區佔比約5% 專家不排除到了下週恐會翻倍 預期下個禮拜這些數字 都有可能倍增 該如何防範 沈正南認為現在台灣跟歐美一樣 在等次世代疫苗 問題是如果10月能夠開打 那時BA.5高峰可能已經過了 第四季的話就是如果 服務有資格是可以去打 還是有5到6成的感染的保護力 下一波疫情將上升之際 指揮中心宣布社區篩檢站退場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專長權質疑 BA.5傳染力比BA.2多三成 社區篩檢站撤掉要有配套 但現在台灣看起來都沒有 他認為後續該有配套 向家用快篩數量是免費的 民眾才會願意配合 我覺得快篩的需求量之後會越來越大 免費的部分 可以高危險群的很好 下週BA.5可能出現一波流行 專家呼籲除了快篩世紀外 政府一定要提高國內第四季接種率 藉由王祝然想去台北採訪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